第二十二集 谢连环最后回到了杭州 一直躲在三叔的铺子下面 看守着那具棺木 等待着日期的来临 而从那以后 我所见到的三叔 其实是两个人 只是因为当时实在没想到 世界上还有人皮面具这么完善的技术 这两个人又确实在很多方面都十分相似 所以实在很难分辨 在这期间 我感觉到三叔神出鬼没 其实是因为有两个三叔的缘故 这两个三叔对于一切都非常熟悉 只是性格有些不同 他们同时在做一些事情 各有自己的做法和线索 所有的线索交杂起来 才会变得复杂诡异 我无法分辨 什么时候我面对的是吴三省 什么时候我面对的是谢连环 但是我也清楚地记得 我不止一次地 觉得三叔的性格变了 但是无关紧要 他们就像双生子黎呀 为了同一个目的 一直在不停地奋斗着 话说两头 此时文锦和霍灵带着他们的人 对格尔木的考察已经告一段落 而他们的身体 也因为误食了丹药 而发生了很多变化 霍灵的变化尤其快 已经开始有些神志不清 记忆力减退 他们利用废弃的疗养院 作为休息的场所 监视着霍灵 而闷尤平有着他自己的目的 他回到了张家古楼 可惜之后他生来就有的 张家的失忆症犯了 之后被人当成肉耳 放入了古墓之中吊尸 被陈匹阿四所救 又重新回到了众人的视野里 但是此时的组织和当年的 不可同日而语 已经变得四有四无 没有那么大的控制力了 当时三叔和谢连环 觉得事情十分蹊跷 他们从三叔铺子底下的古墓中 取出了当时张家古楼的 一件战利品 黑金古刀 用它来试探闷尤平 与此同时 求德考开始全面地 介入到事情当中 不甘心再当一个投资者 和被骗者 因此才有得到求德考 各种资料的金万堂 到了我的铺子里找我 三叔看到当时的战国博书之后 就意识到求德考 现在成了心腹大患 必须加以控制 于是组织了第一次的七星鲁王宫的探险活动 没有想到 事情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 事情发生在某年的元旦之后 具体是几号 我已经记不清楚了 那段时间很冷 天寒地冻 本来这种季节 我肯定是待在杭州的 要么猫在家里 要么偶尔去一下铺子 总之我是不太会在这种情况下 出远门的 不过那年是一个例外 我不得不和家里人一起 长途跋涉 回到长沙边缘的一个山村里 那个村子 是我们的祖村 名字 叫冒沙井 从外表看起来 这村子和现在的新农村 没什么区别 房子 垒起来老高 墙壁上 贴着花里胡哨的瓷片 往里面一点是老村子 顺着山市 有很多老黄泥房子 那真的是很老的房子 最初的梁子 是什么时候立起来的 几乎不可考究了 这些老房子 大部分是老人住的 有些已经无人看管了 变成无主的孤房 整片房子 都是斜的 看上去 随时会塌的样子 我们回到祖村 并不是为了叙旧过年 事实上 我从出生到现在 回老家的次数 没有超过一只手的指头数 特别是读大学之后 就更是极少回来 这十里八乡的 什么娱乐设施都没有 能够接收的电视频道 也只有那么几个 我自然是不愿意待 不过这一次 却不得不回来 不仅是我 就连三叔二叔和我老爹 都必须得回来 从表面上看 似乎是村子里出了什么大事情 然而实际的原因 却让人无语 回来的原因是 这里要修高速公路 路正好途经老墓地 所以家里的祖坟要迁 否则就将被推土机铲平了 这种在我看来非常无奈的事情 村里的老头子们 却是很看重的 千祖坟就是要换风水 还要扰仙人 总之是大事 我老爹是长子 我们一家 又是村里无家这一支 最兴旺的 所以我爹他们三个兄弟 一定得回来主持大局 其实也就是掏大部分的钱 我爹是出了名的好说话 也就答应了 顺便让我和几个堂兄弟 认祖归宗 于是我们便回到了这里 本来我还有一点期望 此次这么多人一起回来 有可能会比之前有意思 因为毕竟是山里 你只要有伴了 那还是能搞点乐子出来的 我依稀记的表宫那边 可能还有老猎枪 如果能打猎 也算是不错的消遣 没想到 我们一行人刚刚抵达 二叔就被抓去 给人看风水了 三叔对这里十分熟悉 一年要跑五十多趟 所以到了 也就找人搓麻将去了 我父亲 被几个本家的老头找去商量事情 老爹知道我不安生 不让我乱跑 他们在祠堂前商量事情 我一个人被撂在祠堂里闲逛游 我家的祠堂在老村子的地界 那是间大房子 不过和那些电视里演的古宅不同 虽然这间老房子也是用黄泥磨起来的 但是没有白墙黑瓦 进入祠堂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院子 院子中间有一座亭子般的戏台 再往里面走 再往里面走就是灵堂 灵堂又高又大 但是抬头看屋顶 星星点点全是破洞 下雨天想必无法防水 祖先的灵牌就放在灵堂的尽头 墙壁被挖了好多佛堪一样的洞 每个洞里共两尊牌位 牌位上刻的都是老祖宗的名字 灵牌面前是供桌 不过蜡烛都已经换作用墊的了 这祠堂还是我爷爷出资修建的 所以年代也比较久了 无解的人丁本来就不是很兴旺 加上人口最多的一支迁到了杭州 所以这个祠堂如此情形 还算是过得去的 我找了一下爷爷的灵牌 也是一尊大牌位 其实爷爷是入赘到杭州的 按照祖规应该不能上这个祠堂 现在上了 或许是爷爷生前搞的手脚 在这种地方是极无聊的 加上天气寒冷 祠堂里又没人 我就耐不住性子 开始四处摸摸碰碰 独独对联 看看功德碑 这时候我忽然发现 祠堂的边上有一条走廊 走廊通向一扇门 从门出去之后 就是祠堂后门的空地 空地上有间老旧的茅草屋 当时我也没有多想什么 就走了过去 一方面空地上有太阳 另一方面 茅草屋看上去挺古老的 还锁着大铁锁链 看着挺吸引人 走到茅草屋边上 看锁的样子 发现锁果然有年头了 茅草屋的窗户 就是两个大窟窿 窗框上 糊着非常古老的报纸 显然原来是有玻璃的 我百无聊来 便探头往里面看 里面光线很暗 但是隐约能看到 泥地上全是干柴 在干柴的上面 是一具满是干泥的大头棺材 茅草屋里光线晦暗 我只能看清 那是一具老式的棺材 一头大一头小的大木匣子 体积并不大 不像那些电视里演的 大户人家的棺材 棺材上全是泥 几乎看不清棺材本身的纹路 这一具棺材 让我有点心跳加快 一下激发了我无限的联想 虽然记忆不是很清晰 但是好像 祠堂本来和棺材 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家族葬礼 祠堂就是古法礼中 停死尸的地方 我还记得爷爷死的时候 就是在这里停尸 当时还是盛夏 有道士 风臭做法 大体是繁琐的仪式 我已经记不清楚了 所以这里有棺材 应该不算奇怪 问题是为什么这具棺材 会被放在祠堂后的茅草屋里 而且上面全是干泥的 根据这屋里蜘蛛网面积 和灰尘的厚度 以及锁生锈的长度 可知这具棺材停在这里 已经有相当长的岁月了 是在十年前 还是在几十年前 是什么原因 这具棺材被抬到了这里 一直放到现在呢 这棺材里有尸体吗 又是谁呢 在一瞬间 我心里闪过了很多念头 有点心痒痒的感觉 看来这祠堂 和这茅草屋 以及里面古旧的棺材 这些东西背后 必然有故事存在 无奈 我身上穿的 是前几天新买的名牌服装 我的身手又不够敏捷 否则我肯定会爬进去 仔细瞧瞧 不过我知道 即使进去 我也瞧不出什么 我总不能敲开这具棺材 谁知道里面会有什么东西呀 瞧了半天 我幸然转身 绕过了茅草屋继续往前走 茅草屋后面 是一片农田 我顺着田梗往里走 发现这片农田已经荒废了很久 里面杂草丛生 这应该是我们家分得的祖田了 可惜我老爹兄弟三个都不是种田的料 这地竟然荒成了这样 再往前就是别人家的地了 一直能看到地的尽头 那是山坡 有小路往下 延伸到梯田的下一段 再走也就是这个样子了 我心里一边盘算 这些地到了杭州能支多少钱 一边往回走去 老爹他们不知道谈完了没有 如果还没 我就在边上听着 顺便锻炼一下长沙话听力 怎么样也比在这里闲逛要好 路过那茅草屋的时候 我顺便又往里看了一眼 阳光弱了一点 屋子里更暗了 我什么都没有看清楚 当天吃晚饭的时候 我向表公打听那棺材的来历 表公算是这里的老资格了 现年79岁 除了赶集 他基本没离开过村子 然而问起这个事情来 他也不是十分清楚 那茅草屋里的老棺材的来历 村里人都知道 有这么一具老棺材在 不过这棺材是从什么时候出现的 他们都没有什么印象 平日里也没有什么人经过那一带 还听更老的一些人说 这茅草屋还是盖这祠堂之前就在那里的 当时那里是一片废弃的土房 给吴家买了下来 全推平盖了祠堂 唯独就剩下那一间 一直留到了现在 至于这茅草屋原先是谁盖的 里面那棺材的来历就无从考证了 算起来 这大约是六十年前的事情了 六十年前 表公还只有十九岁 时间实在是太久远了 他也记不清楚 是当时那具棺材已经在那茅草屋里 还是之后的六十年间有人放进去的 不过看这棺材的样子 本身就很古老 到底是什么时候的棺材 也没有人说得准 想着 我心里就有点肾得慌 越发觉得这里面有故事 晚饭是在祠堂吃的大桌饭 和村里的其他亲戚一起吃的 表公的身体很硬朗 吃完饭抽着水盐 就回去喂鸡了 我老爹让我送送表公 我便跟着去了 路上表公就对我说 如果我真的感兴趣 可以去另一个村子 问一位叫徐阿琴的老人 他是当年吴家请来管祠堂的 吴家祠堂刚休的时候 他就在这个村子里给人当长工 这祠堂他也有帮忙盖 后来第二年土地革命 他分了很大一块地 便种田去了 算起来到现在 他可能有一百多岁了 要说这事情有人记得 那也就只可能是他的 不过也要看运气 一百多岁了 鬼知道他现在是什么状况 我心说我又不是吃饱了撑的 而且我也没有多少和百岁老人攀关系的经验 心说算了 也就点头敷衍过去了 在整件事情中 这是我犯的第一个错误 而且也是最严重的一个 吴家的祖坟是在一座岩山的羊面 山大概有二百多米高 并不壮观 那里也并不止吴家一座坟包 正面山坡上零零落落 不同的位置 有四五座各种样子的坟包 都是村里大户人家的阴宅 上山有一条土道 因为平时走的人不多 杂草丛生 好在现在是冬天 草稀 走起来并不是很困难 这座岩山的前面 本来是一条很大的溪流 所谓风水宝地 当时的人 也就是潜水后山 这么一个概念 不过现在 岩山上 有人建了小水店 还有人挖沙 溪流早就干涸了 一坟的仪式 选在了我们 到村子第三天的上午 看皇历是个好日子 所以不止我们一家 很多其他的村民也在准备 岩山上密密麻麻 这里一堆 那里一群都是人 我属于长子嫡孙里 排得上号的 老早就跪到了坟头前 一边的道士 还在做前期的准备工作 四周有此起彼伏的鞭炮声 我之前一直很有兴趣的是 土夫子的坟 会是什么样子的 不过看了 真是大失所望 和普通的农民墓 差不多 水泥浇起来的 一座扇形 屏风式的坟头 前面 是一块 大水泥杯 后面 是和山 连起来的风土 四周全是杂草 如果没有那水泥的部分 你绝看不出来 那里有座坟 三叔告诉我 咱们家的祖坟 算是村里比较老的了 在清朝的时候 还有香绳给重修过 这水泥 是新中国成立以后 浇上去的 爷爷躺的那层 修在老墓上面 这老墓往下六七米的位置 才是祖宗的份 是个什么样子 他们都没见过 不过绝不会有地宫 叫我就别指望了 干这一行的 弹球有个全师 这种大兴土墓的事 土夫子是不会干的 我听了七七然 忽然又感觉很好笑 这里跪的一群人 大概一半都是 挖别人坟的 等一下起坟 不知道会不会是 他们动手 想着这批人 忽然掏出一大溜 折叠铲的画面 我就忍俊不止 盗墓贼迁祖坟 和法医 验自己亲戚的尸体 恐怕都是无奈居多吧 在那里一直跪了 两三个钟头 悄悄打打 动得我直打哆嗦 一直快到十一点了 那穿着耐克鞋的道士 才做完法事 我父亲带头 几位亲戚叔叔 掀起了墓碑 然后用石弓锤 开始开坟 这完全是 没技术性的活 一直砸了两个多小时 才把坟窟砸通 那是四个并列的水泥洞 棺材就塞在里面 两个洞是空的 那可能是给我奶奶和我老爹准备的 另外两个里面是两具木棺材 我知道其中有一句是我爷爷躺的 另外一句是谁 我就不知道了 二叔清点了墓碑上的名字 和祖谱一一对照 里面应该有九具棺材 第二十三集 三叔告诉我 我们家的祖坟 算是村里比较老的了 在清朝的时期 还有香绳给重修过 这水泥 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浇上去的 爷爷躺的那层 修在老墓上面 这老墓往下六七米的位置 才是祖宗的坟 是个什么样子 他们都没见过 不过绝不会有地宫 叫我别指望 干这一行的 但求有个全师 这种大兴土木的事 土夫子是不会干的 我听了七其然 忽然又感觉很好笑 这里跪的一大群人 大概一半都是挖别人坟的 等一下起坟 不知道会不会是他们动手 想着这批人 忽然掏出一大六折叠铲的画面 我就忍俊不止 盗墓贼迁祖坟和法医 验自己亲戚的尸体 恐怕都是无奈居多 在那里一直跪了两三个钟头 悄悄打打 冻得我直打哆嗦 一直快到十一点了 那穿着耐克鞋的道士 才做完了法事 我父亲带头 几位亲戚叔叔掀起了墓碑 然后用石工锤开始开坟 这完全是没技术性的活 一直砸了两个小时 才把坟窟砸通 那是四个并列的水泥洞 棺材就塞在里面 两个洞是空的 那可能是给我奶奶和我老爹准备的 另外两个里面 是两具木棺材 我知道 其中有一具是我爷爷躺的 另外一具是谁的 我就不知道了 二叔轻点了墓碑上的名字 和祖谱一对照 里面应该有九具棺材 三叔说 有些肯定是衣冠洞 比如说太爷爷的 和太太公子 这个辈分太大了 再往上我也不知道怎么叫了 不知道那些老棺材的情况 如果散架了就更麻烦 两具棺材被抬了出来 接着老爹把上面的水泥坟窟 全砸平了 就开始挖下面的山泥 那是三叔他们的墙下 一支烟的功夫 就挖下去很深 很快便戳到了青砖 那是老祖坟的顶了 接下去的过程 我是没资格看的 被老爹他们叫了出去 接着他们跳下去 起开坟顶 倒是开始念经撒纸钱 我不知道老坟里的情况 不过看样子 年代是过于久远 有点不好弄 一直到太阳下山 才有第一具棺材被抬了上来 那是一具已经没烂的 不成样子的老棺材 一看就知道不是现代的 一落地儿就散发出 一股让人不舒服的味道 那应该是地下泥土特有的气息 然后一具接一具 有些还躺着泥水 很快九具棺材全都被抬了出来 一字排开放在山坡平坦的地方 四周有人用水喷棺材的头部 那里刻着棺材的名字 然后到时开始做记录 我几乎要冻僵了 虽然第一次看到这种场面 但是我却一点也提不起兴趣来 这山上实在是太冷了 看到最后一具棺材被抬了出来 我心里终于一安 心说他娘的总算完了 这狗日的还真是个大工程 不比下地轻松呢 接下来就是把棺材稍微洗一下 要抬到祠堂里去放一段时间 因为得祖宗先走 所以要先把最老的棺材抬起 后面的才能跟着 所以我们还得等那记录名字的人 找到老祖宗 就在所有人都松了口气的时候 忽然听到我爹吆喝了一声 我们转头向他看去 就看到坟窟里的人 还在不停地拉着什么 太阳快下山了 天色越来越黑 表公用长沙话大声吆喝了一下 问是怎么回事 我老爹大叫 还有一句 人群里一下开始了骚动 大家都在看着那边 接着我们都看到又有一具棺材 从里边被抬了上来 表公看了看墓碑 又看了看陈列着的那些棺材 莫名其妙地说 怎么回事啊 这怎么可能呢 奇怪啊 怎么多了一句啊 吴家祖坟的黄土之下 按照墓碑上的名字 和族谱里的记载 一共应是九具棺材 这不同于鼠黄豆 很难出现偏差呀 因为祖先就这么几个 多摸出了一具棺材 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这事情一下子就在人群里掀起了轩然大波 在场帮忙的 围观的那一批人都在窃窃私语 揪头接耳 当然最震惊的还是表公那一批 在村里的老吴家代表 他们算是土生土长 这种事情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 自然很难接受 这时候我也顾不上什么资格不资格了 也凑过去看墓窟 只看到坑挖得很深 大量的黑砖裹着烂泥草根翻在一边 根本看不出墓穴本来的面貌 十具棺材都给排到了幻坡上 排了一下 发现最后抬出的那一句 没有任何标记和名字 但是这一具棺材 是并列排在墓底的四具老棺材之一 这样看来 挖到了无主孤棺的可能性也不大 因为墓窟的四周围有青砖头 表公和另外一个老头 我实在叫不出他的名字 他们俩只商量了一下 就让人立即把十具棺材 全部先抬回到祠堂去 并找了人日夜看守 这边的仪式照做 总之要关门琢磨 我们小辈 这时候自然完全插不上话 只感觉气氛一下子就变了 此事对于无界的脸面 显然影响很大 如果族谱有错 那就要重修 那也是很大的事情 可能在海外的那一批人 也得要回来才行 但是这种可能性太小了 除非这祖坟 有着我们不知道的隐情 我老爹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一路上一言不发 道士开道 天已经全黑了 漆黑的山路和寒冷的气候 让我不由自主的发抖 脑子里却总是浮现出 在祠堂后面 荒废茅草屋里的古棺 果然 到了这个村子 想摆脱棺材 是不太可能的了 晚上 大家照例在祠堂 吃大桌饭 祖宗规矩 今天吃素 吃了一桌子的豆腐菜 之后点了炭炉取暖 他们开始琢磨这些棺材了 棺材都摆在灵堂 我第一次得以靠近看 我发现太太公和爷爷的棺材 保存的都还可以 封的都严丝合缝 但是那些老棺材 全都带着干泥 还没干透 木皮都烂得 显出了一种极深的墨绿 看上去十分恶心 我都不敢靠太近 最老的四具棺材之一 时间应该要推算到很久以前 因此晚清那一次重修 变得十分可疑 但是当时能记事的人 已经一个也不在了 足谱上也是简单的一句 基本对情况介绍都不可靠 但是让人诧异的事 就连口口相传的信息也没有 表公和所有的老人都表示没有听上一代提过任何和这个有关系的事情 我老爹听着就面露怒容 当时我一直不知道他在担心什么 后来才知道里面的猫腻 无界的足利中 祖坟里都是长子嫡孙 也就是老二老三都要重新立坟 所以一般情况下爷爷是入不了祖坟的 不过我爷爷那一代的情况实在是太特殊了 往上三代都死绝了 而爷爷的哥哥又无后 只有我爷爷这一房后继有人 否则祖坟就没人装了 所以说我老爹是吴氏的正宗 并不算名正言顺 虽然吴家没有多少祖业 我爹也基本上不当家了 但是这名头在村里是占着好处的 无论是分地还是决定什么事情 都得我父亲先守肯 所以这事情一出 可能有闲人会兴风作狼 这方方面面牵涉了很多的事情 比如说三叔要在这里做生意 我们家和老家人的关系 我老爹作为这一脉的当家人 自然是要小心处理 然而他又是那种走老实路线的人 传统作风 兢兢业业死而后已 这种复杂的情况 他自然是不擅长处理的 所以我看他是有点担心 那种焦头烂额的情况会出现 这种事情我也帮不了我老爹 一方面我对于情势不了解 家里一六老头 谁大谁小我都分不清楚 所以也只有假装不知道 另一方面 就算是有什么尴尬的事情出现 反正吴家的祖业说实在的 也只有这一间祠堂好管理 你又不能卖了它 所以也没什么东西好损失的 按我老娘的话说 早该和这些事情划清界限 吃力不讨好 不过这事情挺吸引人的 他们在那里一边烤火 一边吸烟 琢磨这个事情 我就夹在中间听着 也算是听个乐子 表公说了一个可能性 这具棺材压在最底下的一层 那是最老的那一批人 是曾曾祖那一辈 是嘉青时候的事情了 可能是曾曾祖有什么偏方 比较受宠爱 虽然不能入祖谱上墓碑 但是偷偷葬进了祖坟里 一查祖谱 就发现是不可能的 因为曾曾祖 死在了曾曾祖母前头 丧事是曾曾祖母操办的 按照当时的社会伦理 那就不太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 而且干这一行的一旦富贵 就是拼命的娶老婆 怕绝后 我奶奶是大家闺秀 还生了三个娃呢 那农村里肯定就一窝一窝的生啊 爱情这东西基本上 不会是当时生活的组成部分 又说会不会是尸体残了 可能是下斗的时候出了事情 起出来的尸体不全 先葬了 后来又挖出了剩余的部分 才分葬进两具棺材 二叔摇头 说扯淡 这种情况绝对要开关重新炼葬的 祖坟又不是冰箱 脑袋放上格屁股放下格 要换你你乐意吗 这一说就不对了 下面人眉头就皱了起来 烟都快抽得比烧得香还呛了 我自己在那里琢磨 感觉最奇怪的是 这具棺材没有名字 按照这里的习俗 棺材上不刻名字 是很作见人的事情 既然棺材有资格葬在祖坟里 那就不可能受到这种待遇 如此说来 我感觉这具多出来的棺材里 或许没有死人也说不定呢 想着就觉得没意义 对于当时的情况 这里基本上没有任何可以参考的根据 这么想 到后来完全就是在瞎猜呀 这一时候 三叔忽然提出了一个可能性 说咱们的祖宗啊 是干哪一行的大家心里都明白 你说会不会是哪一带的老爷子 因为某种原因 藏了什么东西在祖坟里呢 三叔说完这话 其他人的脸色都变了 这一说法虽然听起来害人听闻 倒也是有可能的事情 因为干这一行的 确实会做出出格的事情来 而且比起瞎猜想的那些 我倒感觉还是这个可能性大一点 所有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不知道如何反应 二叔就嘖了一声 似乎还想反驳 表公忽然却站了起来 对我们说 他娘的 别想了 打开来看看就知道了 我现在还记得表公说完那句话之后 祠堂里的气氛 头顶的灯瓦数不够 烤火的炉光又是暗暗的 外面还有风声 所有人都是一种很僵硬的表情 我说不出那是一种什么味道 但是我意识到 这气氛不太对 按照道理来说 这时候肯定有人会跳出来说 不行 这是大逆不道的事情 云云 电视剧里都是这么演的 可这时候 没有一点反对的声音 隔了半上 才有人说 谁开 这话一出又是一阵骚动 三叔冷笑了一声 我大哥是当家的 当然是我们开 此话一出 我一下就知道 这气氛是怎么回事的 不由得也觉得僵硬了起来 这无家的祖业 一路分家分下来 其实基本上已经名存实亡了 我老爹的家 也当得有名无实 最多算是个名誉为主 带个投票权的组长身份 即使是这样 也有不少闲言闲语 如今三叔一说 这棺材可能是祖宗藏了什么东西 大概这里所有人第一想到的就是 难不成是前几代的老爷子 把一些当时不能脱手的名气 埋到了自己的祖坟里去了吗 那个盗墓猖獗的年代和现在不同啊 那时候技术实力有限啊 渠道也没有现在这么畅通 所以很多那个时候起出来的 当时不敢出手的东西 都是好东西啊 必然价值连城啊 这批人竟然起了贪念了 然而这是自己的祖坟呢 也不能放肆 气氛才会显得如此奇怪 不过三叔那句话 足以将矛头挑起来了 看来这事情已经超出我老爹能控制的范畴了 果然三叔说完还没收了尾音就有人跳了起来 凭什么祖坟我们就没份了 三叔看了那人一眼 三叔看了那人一眼 我操 操二刀子 你他娘的都跟你娘改姓了 什么时候你又改回来了 轮得到你在这里放屁吗 话音没落 另一个又叫了起来 这事是吴家的事情 姓吴的都有份 三叔 三叔呸了一口 看也不看 呸 那姓吴的海了去了 我和你说 这开关就得我们兄弟三个 这事情你没处讲理去 要怨就怨你太爷爷投胎的时候 跑得太慢了 那人一下子就开骂了 我操你妈妈 老子抽死你 喝茶的碗就一下子甩了 站了起来就想过来 三叔是狠角色 砰的一声 把桌子几乎拍裂了 站了起来就对他打吼 你他妈的试试 三叔声色俱利 加上他在这里的名声 跟他混的那一批人 一下全站了起来 另一边则有更多人 跟着刚才骂人的人 也站了起来 一时间骂声四起 刚才还在互相敬酒的两帮人 马上对立了起来 只要稍微有人一动手 就可能打起来 我老爹脸色木讷 完全处理不了眼前的情况 一看这事情 不由得拍脑门叹气呀 就在这群人要大打出手之际 忽然表公站了起来 向前走了几步 一脚就把取暖的炉子踢翻了 火红的炭灰一下子喷了出来 朝人群里扑去 把所有人都逼退了几步 表公接着 拿着他的主杖 往桌子上狠狠的一变 罪马屁 烦了你们了 有个人就叫了起来 表公 吴三行这匹 他还没说完呢 表公又是一变 那声音极响 抽得所有人都缩了一下脖子 接着 他对我们说 这是吴家的族观 就算真开出什么东西 也得给我原封不动的葬回去 谁也别想打主意 老规矩 长子长孙 开关燕谷 其他人都退出去 说着 他轮起来 就要打人 三叔声色俱力 加上他在这里的名声 跟他混的那一批人 一下子全部都站了起来 另一边 则有更多人 跟着刚才骂人的人也站了起来 一时间是骂声四起 刚才还在互相敬酒的两帮人 马上就对立了起来 只要稍微有一人动手 就可能打起来 我老爹 脸色木讷 完全处理不了眼前的情况 一看这事情 不由得拍脑门叹气 就在这群人要大打出手之际 忽然表公站了起来 向前几步 一脚就把取暖的炉子踢翻了 火红的炭灰一下子喷了出来 朝人群里扑去 把所有人都逼退了几步 表公接着 拿他的主拐杖 往桌子上狠抽了一遍 醉马屁 烦了你们了 有一个人就叫了起来 表公 吴三行这屁儿 他还没等说完呢 表公又是一遍 那声音极响 抽得所有人都缩了一下脖子 接着 他对我们说 这是无界的族观 就算真开出什么东西 也得给我原封不动的葬回去 谁也别想打主意 老规矩 长子长孙 开关燕谷 其他人都退出去 说着 他轮起来就要打人 他是老辈 谁也不能得罪 被打的也只有自认倒霉 一帮人全给赶到了祠堂门口 三叔还想耍赖 也给几棍子打了出去 祠堂里只剩下我爹 我和几个老头子 表公气得够呛 赶完人后 就坐下来喘气 我老爹赶紧给他顺气 一边的 被我们叫做矮子太公的 不知道是什么级别的亲戚劝他 哎呀 犯得着吗 犯得着吗 一把年纪了 你想把自己气死啊 我老爹也说 是啊是啊 犯不着啊 您缓缓 缓缓 表公慢慢平复了起来 站起来 看了看外面 再折坏 正色对我老爹轻声道 阿琼啊 这事我给你摆平了 咱说在前面 这棺材里要是有好东西 你得允我们一半 想起表公当时的嘴脸 我现在依然感觉哭笑不得 不过他自己感觉 这事情似乎是再正常不过的 一点也没有觉得脸面有什么问题 而且那表情还出奇的认真 说完也不等我老爹有反应 表公已经迫不及待的 朝那棺材走去 另两个老头一个守着门 一个去拿家伙来 我和我老爹相对苦笑 表公招手 让我们过去帮忙 把无名的棺材抬了起来 抬到灯下面 我抬了一下 发现那棺材极重 如果里面有死人 必然是奥尼尔级别的 我和老爹根本就抬不动了 也不知道那些抬这个回来的人 到底是什么身板 没办法 也不能叫外面的人来帮忙 表公把那火盆子重新点了起来 压了柴进去 纸钱往里一倒 火就忘了起来 接着把长凳搬过来 火盆子放在上面当照明 我想到要开棺材 整个人都怂了起来 既兴奋又有些害怕 大学课程里 可没这个教学 而且这还是古关 少说也有一百年了 看着那棺材 我忽然就觉得这房间冷了几分 村子不大 不一会儿 三根撬杠就拿了过来 如果三叔在这儿 那是一点问题也没有 不过我老爹和我完全不行 撬杠都拿反了 我举着那撬杠的动作 被表公笑着说 你他娘的准备打台球是怎么的 最后还是三个老头自己动手 他们早就等不及了 三下五出二 嘎巴嘎巴几下 就把棺钉全部起了出来 接着三个人到一边 三根撬杠一起 插进了缝隙里 用力一抬 整个棺材发出了 啪啪啪啪 一连串木头爆裂的声音 接着棺盖撬起来 翻了下去 顿时 一股奇怪的中药味 扑鼻而来 表公拉进火盆照明 我们都朝棺材靠去 就看到棺材里面是一棺材的黑水 几乎没到了关口了 我从来没这么近距离的看棺材里的情况 也不知道这算不算是正常 看表公的表情 却也是一脸疑惑 他转头问老爹道 坟里有积水吗 我老爹摇摇头 湿 是湿的 没积水 那这就奇怪了 这棺材里的水是哪来的呢 棺材里面有液体 其实是比较常见的事情 因为棺材封关的时候 都会用木钉钉死 然后用灸泥石灰 或者烂鱼网 做成的一种类似水泥的东西 封住所有的缝隙 如果这道手续做得很完美 那么尸体就会在一个绝对封闭的空间里腐烂 尸体里所有的水分都会留在棺材里 人身上有百分之六七十都是水 这个水量是比较惊人的 特别是尸体腐烂之后剩下的骨架很小 骨头就容易没在水里 这种水叫做湿液 也叫做棺液 当然也有的棺材封闭的不严 其中也有水分 那大部分是牧师积水导致的 这种情况下棺液的量很多 所以表公才有此一问 我老爹回答得极其确定 我也大约有苗的两眼 祖坟之内确实是没有积水的 所以这棺液必然不是雨水 更不可能是湿液了 因为这么多的水 尸体恐怕得比奥尼尔还胖 这两种情况都不可能 那就只有一个极端的情况 这些液体可能是下葬的时候 灌入棺材的防腐药水 这确实比较可能 因为这一棺材黑水 散发着浓烈的中药臭味 这里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传说 我之前也提过 在中国古代 是有人用棺材里的液体 来做药眼子的 这一传说听起来让人匪夷 其实其中的起源还是比较合理的 因为这种灌入棺材的防腐药水中 含有一种非常罕见的中药成分 到了明朝后期已经失传了 后世人如果要使用这种药物 只有让病人去古墓中寻找 含有这种成分的液体 不过当时拥医太多 以讹传讹 结果很多病人 因为吃了古关内的液体 而上吐下泄 更有在棺材中放着皮霜 朱砂防虫干燥的 棺材内的液体含有剧毒 直接把人给吃挂了 这种恶习流传到近代 鲁迅先生也深受其害 他那么讨厌中医 是有其原因的 我看着这一棺材黑水 就浑身不自在 这棺材要是有东西 必然沉在水底 不知道会是什么情形 而且那种水满得快溢出来的感觉 看上去就让人毛骨悚然 我总有幻觉 这水下有什么可怕的东西 表公他们自然是不怕的 他们放下鞘杠 凑到棺材边上 仔细地往黑水中看去 说是黑水 当然不是墨汁 而是因为光线很浑浊的关系 形成的错觉 表公点起一边的纸前照明 贴近水面 我远远地看着 就看到黑水之下 在火光照耀下 忧生无比 竟然好像没有底一样 那一棺子黑水 给人的感觉非常奇怪 从上面看下去 不像是被一个容器盛装着 而像是看一口井里的水的感觉 水并不纯 能够看到水下有杂质沉积着 但是再往深里看 就看不到棺材的底了 一片漆黑 犹如深渊 让我有一种错觉 就是这棺材连着另外一个世界 当然 这是不可能的 棺材并不深 一只胳膊左右的高度 这水又不像是墨汁那样 怎么会造成这种错觉呢 我感觉可能是因为沉淀的关系 这黑水底部可能沉积了大量的杂质 所以光线没法透过 正在我乱想之时 表公已经用鞘杠伸进了黑水里 搅动了一下 果然 一下整棺的水都黑了起来 可以看到很多的漂浮 中药的臭味更加的浓郁了 不知道这黑水有没有毒啊 不过无论里边有什么 用罗手去碰 肯定是不明智的 表公嘀咕了几声 就招呼我老爹帮忙 他要把水放干净 说着 他拿起地上烧纸钱的脸盆 把纸灰扒掉 用来盛水 接着 另一个老头用撬杠 插进棺材的缝隙 咬牙一用力 嘎吱一声 把棺材的侧面 撬出了一条缝隙来 那黑水立即从缝隙里流了出来 流到了脸盆里 我老爹过去帮忙 用三个脸盆混着接水 满了就往祠堂后门外的沟渠里倒 我觉得恶心 还是远远看着 只见黑水慢慢地降了下去 首先露出来的是一只往上伸出的手 泡在水里 已经腐烂发黑了 手 呈肘状 似乎想伸出水面 抓住什么东西 显然这具尸体死状并不安详 一般死人放进棺材里都会平躺着 这姿势总让人感觉这尸体死得蹊跷 表公的眉头皱了起来 他凑过去 仔细看那只手 看了半天 忽然就吸了口冷气 其他人都转过头去看他 他到一边拿起了一双筷子 从那手上夹起了一个东西 晃到我们面前 你们看看这是什么 我们凑上去 发现那竟然是一只指甲大小的螺丝 螺丝就是那种小型的田螺呀 螺丝杆还没合上 竟然是活大 世界上匪夷所思的事情不少 不过这一次让自己碰到 都是第一回呀 几个人盯着那只螺丝 仔细地看 都说不出话来 棺材是完全密封的 抬过来一路上 一点水也没有洒出来 这只螺丝必然是本来就在棺材里的 可是这具棺材在底下埋了快一百年了 螺丝怎么可能还是活着的呢 一边一个老头在那轻声嘀咕了一下 难道 咱们无间的祖坟 真的 表公嘖了一声 用筷子将螺丝夹到了一边的烟灰缸里 别声张 再看看 我们继续看着棺材 一边接黑水的盆子已经满了 黑水溢了出来 几个人无暇顾忌 只能继续去倾倒 过了不到十分钟 尸体的全貌便漏了出来 我们低头看去 只看了一眼 所有人便都沉默了 我不知道怎么来形容我看到的东西 那是一句身材矮小的湿湿 因为仿佛药水的关系 尸体没有完全腐烂 而且保持着大概的形态 然而让我们毛骨悚然的是 尸体的身上竟然浮着着无数大大小小的螺丝 黑白斑驳 几乎布满了整具尸体 使得第一眼看上去 就好像尸体身上长满了脓包一样 我老爹看了几眼就开始干呕 走路跌跌撞撞的几乎要晕倒 他也不管什么长尊礼仪了 直接冲出了祠堂到院子里吐了起来 我是完全瞎傻了 只感觉浑身的毛都扎了起来 连冻也冻不了了 尸体呈现出一种奇怪的姿势 双手成肘显然死得并不安详 我看到他张得巨大的嘴巴里几乎全部是螺丝 只觉得自己的嘴巴也瞬间不舒服起来 表公用筷子再次夹出来一只 我们清晰地看到螺丝盖 在慢慢合拢 顿时感觉到背脊发凉了 这些螺丝竟然全是活的 他们是怎么活下来的 他娘的就算是可以吃尸体 但是这棺材里的氧气也不够啊 更何况这种浑浊的水质 还很可能是有剧毒啊 沉默了好久 表公就把这只螺丝放进了烟灰缸里 然后对边上一人说 老四头 要不你去把乌三星和曹二刀子叫进来 老四头 愣了一下 为什么 阿表 这两个是刺头吗 表公说 让他们自己进来看看 不然我也不知道怎么让他们相信 咱们老祖宗 留了一棺材螺丝给我们 他们要争 让他们每人捞一盘回去自己炒 说着 表公把筷子往火盆里一扔 就到灵位前跪了下来 给灵位上香 之后的事情 我不甚了解 因为三叔和那个曹二刀子几乎是带人冲了起来 现场一片混乱 表公气的 表公气得差点吐血 看到三叔 他脑袋已经破了 包着纱布 自己蹲在门槛上吃早饭 我忙拿了我自己那份 也蹲过去 问他后来的情况 三叔吃着米滋 喝着白粥 就开骂了 说太他娘的晦气了 没想到那棺材里啥也没有 害他和曹二刀子打得脑袋都破了 他娘的还真都是自己人 不好下杀手 不然他怎么可能吃这个亏呢 我说你也太贪了 这不是自己家的祖坟吗 你连自己家的也不放过吗 三叔就骂道 你懂个屁 你三叔我还不是为了给你老爹争脸 他娘的 要不是老子这么在村里横着走 你老爹那族长还干得下去 况且了 曹二刀子那赔钱货 老早就看你三叔我这么风光不爽了 老子看在一家的份上也不和他计较 狗日的 咱们家没把他踢出去 他他娘的到来和我们争东西了 要说那祖坟 我买都轮不到他 他要买只能买厕所边上 三叔骂了两声 二叔的声音就从屋子里传了过来 二叔骂道 你少糊弄你只子 什么为了大哥 你还能有这心 你不知道咱们老大最怕这种场面吗 说着二叔端着一只竹矮椅出来了 二叔过的是神仙一样的生活 骑得早 吃得也少 早就打完了太极拳 现在过来坐到椅子上 在我们边上被鸡 三叔对二叔没脾气 嘀咕了一声 干老子这一孩呢 就是不能在人前吃亏 说回来 要是那棺材里真是有好东西呢 老子还以为当时兵荒马乱的 真的有东西藏在下面 没想到 是一堆臭螺丝